香草场部落聚会所即将启用 而华联县府与各乡镇公所同力合作 目前华东基金聚会所计划启用的部落聚会所已达15座 将在陆续完成13座 和基于112年底将完成28座的聚会所 要提供部落族人文化传承的据点 公布厢长林清水表示 用地取得不意是新建聚会所的重大挑战 加上香草场部落周边共有土地稀少 为了让计划能够加以推动 并且和县府提供需求 并且提供了公布厢单段1469第一号的 现有土地作为新建聚会所的使用 彻底解决用地的问题 让聚会所能够完成新建 公布厢公所今年度有两座聚会所 一个是大概8月份完成的 还有香草场机会所 8月份是马火机会所 然后10月份是香草场机会所 另外有大概的机会所 我们的策计完成了 再送县政府核准转严明会 可能之后我们可以申请建筑指导 就可以来做了 然后阿鲁龙的 因为我们是跟堂堂租土地 还在兴办计划之中 被变成第一幕 我们希望说光复厢每个部落都是他的聚会所 是我们部落里面的聚会也好 我们分上去信仰什么东西更用的地方 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念 现在学院表示 县府推动聚会所计划 会划光复厢马佛以及香草场两座 今年8月已经启用第一座马佛聚会所 香草场第二座聚会所的落成 县府已经完成光复厢新阶段的聚会所需求 目前光复厢匠内有10座聚会所 除了提供族人们举办睡时计议之外 平时开放作为部落以及社区运动以及休闲场域 让聚会所发挥更多的功能 与民处长曾经人表示 华东接近聚会所计划已经完工 15座聚会所7座聚会所施工当中 1座已经发包准备施工 5座聚会所办理招标以及相关作业 并且在112年完成28座聚会所的兴建 博物聚会所是传承原住民族文化的中央场域 其中部门会把博物聚会所们期待 化为推动力量加速进行进行完成兴建 记得转意化手道